1922年6月23日 一位老人在广州去世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 发表了一份饱含悲痛之情的道文 能与危而震撼之際 泰然不亦于其所守 自已与缔造民国之役 不忍见为针黑武夫所败坏 故以暮跌之年 当国士犯危难无所述 却以身信 可以令孫中山 给予这么高评价的人 名叫五庭坊 五是在晚清和民国征坛之上 都可以称得上是戚册风云的大人物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政治文化奇人 他先后被清政府任命为 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的公司 是历史上最早提出 门户开放政策的外交家 伤害革命之后 脱离清政府 投身于孫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五庭坊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 军政府外交总长 财政总长 广东省长当职 曾代行总统职权 为退翻帝制 建立民主共和 进行民主革命 作出共衍 五庭坊致文章 号跌涌 广东新会西敦人 他出生于新加坡 三岁随父亲回到广州方村定居 后来被推荐到香港读书 向香港姓保罗书院毕业之后 他受聘于香港高等审判庭任役院 据中国人民大学方汉旗教授编著的 中国近代报刊史记载 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办的日报 中外申报 就是五庭坊和友人在当时创办的 1874年 33岁的五庭坊 沟十年来的积蓄 赴英国四大法学院之首的 伦敦林肯法学院学习法律 他成为中国指挥留学英国第一人 三年之后 他取得英国法律学博士学位 他是第一个取得英国法律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877年2月 他返回香港之后 从律师做起 很快被批准为执业大律师 他是获准在英国殖民地开业的第一位华人律师 同时又被港府选任为考试委员 1878年 他由于组织华人参与香港废除痴刑行动 以成为香港华人领袖 同年他被政府委任为太平紳士 这个是香港开放以来第一位华人太平紳士 1880年 由华人团体推举 他被委任为立法局代表 成为香港立法局议员之中第一位中国人 打破了英国人38年来对香港立法局的独白 1882年 五平方接受清政府直帝总督 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邀请 入其莫府担任法律顾问 开始了他扮羊毛挖旋外交的生涯 向李鸿章莫府 五平方参与创办了 进雇铁路 北洋大汉 北洋舞备学堂 电报局等一系列羊毛 还曾经担任开平铁路公司 中国铁路公司总办 创办了中国第一条 黑货两用的糖碎铁路 除了办理羊毛之外 他还协助李鸿章 先后参与中华谈判 马关谈判 等多项外交谈判活动 1896年 他被清政府任命为 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司 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 中脈通商条约 在清平任职的近三十年间 他的外交财干被突显出来 在国际舞台之上 他充分展示了强韧的爱国情操 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 表现了中国外交官独特的人格魅力 和高瞻远触的眼光 他与人修订大清现行议论 挥除凌词、调手、律师等刑罚 禁止刑讯 由主篇文事、刑事、訴訟法等 结束了中国文法刑法不分的局面 孙仲散为其写的冒字名之中 称此举为 为中国刑法开新紀元 五庭坊 是中国法律更代化的催生者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作为前清官员 69岁的五庭坊反过覆出 畅以称帝退位 建立共和政体 快速完成了从二品清朝大元 都共和卫士的转变 同年 上海光复 成立军政府 五庭坊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同年 南方光复的十一省 推举他为总代表 和袁世外的代表唐绍仪 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南北倚和 酝酿成立民国政府 同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 孙中山来上海 在五庭坊的御所 两人促失长谈 相见恨晚 从此 五庭坊成为孙中山得力助手 成为枪道共和 投身边格的先驱者 1912年元旦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委任他为司法总长 袁世外复辟之后 他退去上海闭门不出 1916年 袁世外死后 黎元洪任民国大总统 他出任段期税内閣的外交总长 府院之争的时候 任代理国务总理 1916年 张勋想复辟 解散国会的时候 五庭坊多方阻撓 无力回天的时候 于是彻底和北洋军阀政府决裂 南下投奔孙中山 1917年 他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 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 财政总长 广东省长 1922年 陈广明报半变的时候 他精粉成质 逝世于广州 五庭坊过身的时候 80岁 他生命的起点 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大体相当 每一步 都能够踏准时代的折走 新海年 五庭坊为中华民国 诸户全权代表 当时各领事来往攻陷 介称中华民国为Chinese Republic 五庭坊说 此以甚合为中国之共和 即共和为中国局部也 以用共和之中国 Republic of China 其以甚广为共和属于全中国也 于是 他以攻陷召会国领事 以此作为英文定名 之后 也一直沿用这个英文定名 他用自己征占的学术技艺 严谨的智学态度 以及高度的爱国热情 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 中文定名 这些问题是